大家好,我是李侃玄,一位励志辉煌学术的玄学爱好者 今天这个八字是客户提供的,喜气反汇比较前面 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昆躁的命中,生于紫月五年五日虚实 先看一下阴阳 生在紫月有两个五火,还有一个饼虚 即便是在冬月也架不住火气,内热 这种体质就是内热典型的阴虚火旺 天干透禀火气煞,地之五虚半河火居 先问这个命主的事业啊,先论他的事业 命主坐下的五火正关,时称虚土为萧神 天干透气煞,很明显,一用就是关煞 命主以什么做工的呢,就是以紫水做工 但是细细看一下紫水 虽然当令,当令了肯定是妄想的,当令了 但是被虚土治两个五火冲,紫水受伤相当严重的 之前讲过类似的一个案例 这种人是要注意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还容易出什么病 一个是耳朵,这个人就容易有中耳炎 还有心脏的话应该是心率不齐 还有一个妇科 现在呢,是年轻,应这些,等年纪大了,就会是其他方面 这个虚土在这里是疾胸并存 它可以谢一些无火 但是透明火克命主,所以是利弊都有 这个命主有日食的关煞 缺的是能够降服关煞的东西 虽然有紫水冲关,但是太弱了 需要等到真正能够声望起来紫水的大运 下个大运就是有运,能够升紫水 但是又去穿着虚土 一字多做工的一个做法 哪个都会受到限制 所以说格局就降低了 这个命主呢,是在国外做中文老师 就是用紫水冲的关嘛 今年如何,今年在乙运 天干透出来一个心筋和冰火 这个冰心盒就是洋人驾煞 这个驾煞能驾驭 但是递之,一个紫手和两个无火穿 又有这个虚土相行 事情就会比较多了 先硬工作 所以说今年也是吉凶都有 这种婚姻如何呢 观赏太多 婚姻的问题就会比较大了 命主没有主要看婚姻 婚姻呢就不多讲了 好了,这个八字的话就到这里了 我们回见